1月29日,中国恒大在香港被热令清盘 对国内的朋友来讲,去年的金融市场确实不太平 我们看到很多的知名企业都出现了爆雷事件 比如中植系,比如恒天 不仅在国内,爆雷的事情在澳洲也是有发生 一些朋友不断说自己投资的金融产品出现了很多问题 投资人他们有很多情况下投一块钱进去 可能拿回两毛钱,可能拿回一毛钱 有时候甚至血本无贵 你炒股票还能给固定收益 哇塞,巴菲特也不敢这样干 所以这次我邀请了How Will Cox律所合伙人Eugene律师 他是行业中著名的金融和地产大律师 让他来聊聊为什么爆雷这件事情会在澳洲出现 我就觉得我们华人他最大的投资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是不看产品,他是看人品的 作为投资人在爆雷以后,怎样去保护自己 投资应该怎么做 能够去防止踩到这种雷呢 我觉得那有三个诀窍 以及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规避有爆雷可能性的产品 你跟我们先讲讲就是你接触过的一些 我觉得特别值得让大家知道的一些案例 澳大利亚基金爆雷呢,这几年也是频繁发生 主要的一些大的案例呢,比如说那个iProsperity Group IPG IPG 给大家梳理一下 给大家梳理一下 就第一个呢,就是IPG呢,它是一个大型的海外投资人SIV基金 专门吸引500万投资的投资人 那么它主要投资酒店和商业物业 那IPG呢,之前呢,跟很多的移民中介和介绍方有很深够的官司 支付非常可观的,就是转接费 就是据传闻可能会有时候会达到8%、10%这样的情况 天哪 那么从而呢,它吸收了投资人的钱去买这个资产 买了资产呢,又给投资人承诺一个比较高的固定汇报 6%、7% 但是它具体的问题呢,就是说它的这个资产它不能产生6%、7%的这样的回报 对 那怎么办呢,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认为所谓的一个经典的庞氏基金 它拿老的投资人的钱来补新的投资人的收益和新的退款 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补下去 补到最后,一旦它的资金融资量断了 那这个企业呢,它就没有办法生存 它这个基金呢,就发生了很严重的暴雷情况 到最后呢,这个是这个案例比较恶劣的因素呢 就是基金管理人,他卷了大概公司剩余的几千万资产,跑到海外去 到现在呢,人还没有找到 是,这个社里面,我觉得特别值得聊聊 因为这个社呢,影响很恶劣,涉案金额是比较大的 几个亿的这个额度,关键是后来这个人还跑了 跑了之后呢,似乎大家也没拿它有什么样的办法 就因此就有朋友会说,你们澳洲法律这么松的吗 然后骗了几个亿,跑了就跑了,这个你怎么看 那么,如果私募基金它发生暴雷情况的话 其实投资人他只有一个途径,就是他要去打官司维权去 那么维权的这个路程呢,比较漫长,费用呢也比较可观 特别是在那么大一个基金盘的暴雷的情况下 或者它的清盘的情况下,它牵涉到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对清盘管理公司的就是沟通和诉讼 对托管公司的沟通和诉讼 跟监管机构,包括ASIC的这些沟通 是很复杂的一个维权过程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比较难 有很多的就是投资人没有在就是即时 或者就是在长期的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能坚持下去 所以说导致这个事情越拖时间越长 是的,而且时间拖的越长呢 它的这个资产流失就越大 对,因为你时间一拖长呢 就是如果他资金管理人没有跑的话 他有可能呢会把他的资产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到最后大家拿到手上的就越少 所以说对维权这个事情呢 我们对我们的客户的意见呢就是说 一旦发现资金不能按时偿还那个回报 或者偿还本金的话要尽快维权 对,IPG算是个比较就是 典型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一两年 就市场上出现这种爆雷的基金 是远不止IPG这一家的 对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像股票类型的 然后呢 这个也有这种地产类型的等等 还有哪些案例 你是觉得比较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股票类型的呢 咱们说就是比较知名的 就是一家叫美菲 美菲他们的情况呢是这样 就是一家本地人的基金 本地人的基金 他们出现的情况是这样 他们呢是向投资人呢 等于是以固定回报的方式去融资 然后呢再把这个钱投入股票市场 然后让股票市场 这个得到的这个 就是股本的买卖回报啊 或者这个分红回报 然后再来偿还投资人 这个模式呢 咱们怎么说呢 就是它的风险系数非常高 这个模式就是 你这是说的是好的 这个模式就不可能 对就是怎么拿一个佛动回报的事情去去还一个固定回报的人 你炒股票还能给固定收益 哇塞巴菲特也不敢这样干 是的 当然除了它也有别人做 但是我们知道的几家都都爆雷了 是吧 那么这个呢 这个情况呢 就后来它也是发生了挤兑 发生了不能偿还 那个就是回报和本金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案子呢 也现在就是打到了澳大利亚法庭上去 包括呢 澳大利亚证监局 对那个就是没费的董事以及公司 已经进行了比较严厉的制裁 永远不能从业 而且呢就是 就是澳大利亚就是证监局对它的 对它的这个评价呢 就是说这个资金呢 它已经有误导的行为 因为它误导客户呢 让他们感觉这个产品 它是非常安全的一个产品 但是呢相对起来 它的安全系数非常低 因为它是以佛动性回报来支付一个固定性回报 是的 那与此同时呢 那个证监局呢 也对它的广告方式特别有意见 因为Mayfair它它上市的时候呢 它在那个马路上打很大的广告牌 在我们的生命financial review上 也经常有很很显眼的广告发在那边 因为Mayfair这个这个事情 就我我看了好多关于它的这个报道 其实到最后投资拿回钱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小 尽管是最终它可能它的董事啊 它的这个就是创始的资产啊 然后呢这个被清算 就包括像IPG也是一样 它的那个那个房产被清算 其他的什么车子啊 比如说那个金色的劳斯莱斯嘛 然后被清算 可是到最后它有其他的债权人 还欠银行的这个这个钱 其实到最后投资的能拿回来的钱 真的是少之又少哈 因此这个事确实是让人是非常确实非常痛心的 像刚才陈律师已经讲了 这个产品最终来讲能不能带来那个收益 和它的底层资产的关系是非常大的 刚才这两个案子我觉得是很有很有代表性的 比如说当时我们很早去看IPG的时候 我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 它是做酒店资产的 做酒店的一年的收益率是算得出来的 就是哪怕你住到95%以上 你可能这个收益率也就在百分之 咱们就说在百分之八吧 就是我可能能算出来这个百分之八的这个这个情况 然后呢它给投资人的百分之六到七的收益 再收一个管理费 基本上你算下来就已经打平 那然后你又付出如此高额的介绍费是希望能够把投资人给带进来的 你怎么算这笔投资肯定是亏的 就作为一个资产管理人我肯定是亏的 那如果是亏的话 那我要把这个事持续持续做下去 就必须是需要有后面的钱来补前面的钱 才有可能去干这个去看这个情况 那如果市场环境好 这事绝对没问题 只要地产还在涨 对吧 只要利息还是比较低 只要后面有钱进来 那都没问题 但是如果三者有任何一个出问题的情况下 可能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后来的情况就是这样COVID 新冠一来 那酒店行业马上就下来了 那一下子它这个东西就 这个纸就包不住火了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因此其实这个事情是能看得出来一些 前期就能看得出来一些问题的 这是一个事 然后你Mayfair 包括我们 其实在华人圈子比较有名的那个Oli 去年曝雷的那个Oli的视线 其实一模一样的 就我真的觉得 这就是巴菲特 这个巴菲特爷爷 你是要听一下 就人家这个基金是怎么做的 就是这个确实厉害 就是我炒股票 我给你固定收益每个月1% 就是人家敢这样给 关键是这样给 你还敢信 就是炒股票固定1% 你就敢拿 然后也是 而且他炒的 小Mayfair号称是做这个上市前股票 Oli说的还是做的是中小潭 一旦市场一旦是下行 你后面资金进来 是不可能是做的 其实你看它的底层资产就知道 这件事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我觉得在做这种基金投资之前 多看一看它的商业模式 是能够让投资找到里面 是不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我们这边 碰到最常听到一句话 就是基金爆了以后 跑过我们这来维权 就是说 这个基金管理人 人品不错 我认识 咱们认识了好多年 我信得过他 然后我说 那你投他是因为 觉得他产品好呢 还是因为你信得过他 然后他们就说 我信得过这个人 所以我就去跟他的这个产品 这个在华人圈里特别长假 对我就觉得我们华人 他就是最大的这个投资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是不看产品 他看人品的 但是人品这个东西呢 其实可以包装的 很多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接触的这些投资人客户 其实他们对这个产品 产品的设置 他的退出机制 他的收益机制 和他最后最后底下 他是怎么投什么资产 他是不清楚的 哎呀 这种事情就真的很可惜很遗憾 因为确实来过很多的商业投资民 其实是能够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 不管是资金了 其实更多是商业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经历了这一两个这样的事情之后呢 那确实换谁换我 我肯定不敢在这个国家去做别的事情 相当于是很可悲很可恨的 这样的一件事 先往下走 确实可能如果是基金出了事以后 大家去维权这些路是比较漫长的 因此最好在一旦有任何出事的情况下 尽早去参与 这个有可能会 还能够在托管清算过程当中 拿回一部分的投资 但我们根本是不希望这种事发生了 还是最好是能够在 你进行投资和自产选择的过程当中 能够防止这个雷的出现 这不是更好吗 对吧 投资应该怎么做 能够去防止踩到这种雷呢 我觉得那有三个诀窍 第一个呢 就是说不要相信人品 对 在投资这个行业当中 任何的人品 我跟这人关系好 它其实不是一个投资的理由 一定要看产品 说的非常对 对一个人际关系的推销呢 要非常非常警惕 要撇开这个人际关系冷静和理智性和客观性的去看这个产品 第二个诀窍呢 就是说 看产品前期花的时间和钱越多 后面爆雷的风险就越小 说得对 一开始我们建议所有的投资人去看他的投资文件 要不是股东协议 要不是投资协议 要不是这个就是招股说明书 要好好的研究 好好看 请自己看本 请专家去看 去理解他这个产品 万一觉得投了以后体验不好 特别是就是回报不能定期给 要撤出的时候不给撤出的话 那么越早找律师 越早去找人维权 你的就是拿回钱的可能性就越大 对投资的时候时间越多 他爆雷 他就是血本无归的几率呢 就越大 是的 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 你花在前面的时间和钱 最能保护你后面的资产的价值 特别有道理 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 要对产品要了解 所以了解 他这样的一个产品 他能不能达到 我们所期望的这个回报率 他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而且最主要的呢 就是说人家说 我在这个时间能退出 那么理论上来说 这个产品能不能这样的退出 这个时间当然退出 就打个比方 是吧 我们有客户 他可能去投房地产开发 那么呢 就是开发商跟客户说 我这个产品 在两年内可以退出 那么两年内可以退出 但你知道 他这个开发 现在还没有开始 那他两年内把这个项目给造完 他拿批文 他去做那个规划 他建筑 然后他最后交割 他还要预售那么多物业 他可能不可能 没错 是吧 如果他这个期券站做不到的话 他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把投资人推出来 这些问题都要问得清楚 而且呢 他们要有经得过第三方 那个敲打的回答 这个情况下 这个东西才逃不 特别有道理 你看 你讲第一个 就是说呢 不看人品看产品 不看人品看产品了 特别好 第二个话呢 前期工夫做足 确实很多人是前面不花钱 然后呢 就是这个后面 没办法被迫性花钱 这点其实是我觉得是 比较遗憾的 因为真的在 我们叫禁调嘛 你干任何一个产品 或者看资产之前 要作为一个所谓这个禁调 往往这个禁调 都是让律师来进行去参与的 所以尽早去参与 反而是这个花了点小钱 省了后面的这个大的这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最终 一定还要看底层资产 这我们一直跟客人去讲 是你的产品的流动性 你的风险 你的收益 都是跟你底层资产 是有很大关系的 你看我举两个例子 我们自己有做私募信贷 我们自己呢 也有做私募股权 举个例子 信贷的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是能够在时间上 相对是比较有把控的 比如说我拿一个土地资产做抵押 然后我把这个钱借出去呢 就是12个月 他哪怕他如果说 就是还不上来了 一级抵押 资产是抵给我的 我把那个这个贷款比重控制好 就算是这个还不上来了 我去通过这个这个法律手段 我是能够把这个资产收回来 所以风险和时间 是可以相对去把控的 对吧 那我也知道 他应该还给我多少的这个利息 但如果你像是私募股权 那他的时间 就可能比较难把控 我们会可能会 投资会说 这有可能是个三加二 有可能是四加二 有没有投进去 运作他通过商势来进去推出 这个在文件里面 要写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因此最终真的是 你的底层的资产 你投的是什么样的公司 投的是什么样的这个股票 投的是什么样的地产 决定了你的风险 决定你的收益 决定你的流动性 决定你投资的时间 这些东西并不复杂 只要你愿意仔细的看一看 仔细的看看之后 可能有律师敲打敲打 对吧 然后看一看这个东西 是不是真的是可行 那就能够帮投资人去防止 这个暴雷的这样的出现了 所以说希望这个2024这个龙年 这个暴雷的事情 这个少一点 如果是大家确实想进行 任何的一些投资的东西的话 在投资之前进行更多的了解 进行更多的一些沟通 相信通过像和邮进这样的 我们这种专业律师的交流 是能够防止这样的事情出现的 好 谢谢邮进今天过来 然后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为大家启发 咱们下次再聊 好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